自从斯巴达杀死葛雷伯为妻子报仇血恨后 他就不再是为了个人恩怨去战斗 而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千千万万的奴隶而战 他带领着起义军一路向罗马高跟猛进 所到之处让罗马人闻风丧胆 原先他们只有几百人的队伍 现如今已经发展到几万人的军团 一步步威胁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即使罗马派出两名大将和大量士兵前来镇压 也都被斯巴达带领的奴隶军船打了节节拜托 这也让在前线作战的两位将军开始坐立难安 按照当前的局势来看 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必败无疑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派遣民政官梅泰勒斯 前往罗马游说克拉苏前来支援 克拉苏是古罗马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他跟庞培还有凯撒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三大巨头 同时他也是罗马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跟斯巴达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他却丝毫不闻不问 天天和一个决斗士在家里练习打斗技巧 甚至还要求自己的儿子小克在一旁观看学习 由于克拉苏的战斗技巧还未熟练 一不小心被决斗士划伤了他的手 决斗士连忙向他道歉 克拉苏则呵呵一笑了之 两人在结束训练后 明政官也随之找到克拉苏 明政官的到来并没有得到克拉苏的尊重 而明政官也直接说出此次前来的目的 他要求克拉苏派出一万精兵去到前线支援围剿斯巴达 并且这些士兵的吃穿用刑都由克拉苏自行解决 元老院没有过于的财力支持 作为回报 万人军队的指挥权由他掌握 但是地位要低于两位将军之下 克拉苏没有多余的考虑 直接答应派兵出征 同时他也表示 自己会亲自把派兵支援的消息告诉给两位将军 明政官满意的离开后 一旁的小克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听权于别 然而这其中的道理只有他一人能明白 另一边克雷斯火急火燎的找到斯巴达 告知他有一小队罗马士兵同他们的地盘录 看到是罗马人 他们绝不会轻易放火 于是斯巴达立即带人前去围剿 面对兵强力壮的起义军 这一小队罗马士兵很快就被屠戮殆尽 就在他们搜刮战利品的时候 尼维亚同一名士兵身上发现一封密集 信上的内容正是克拉苏准备派出一万精兵前来支援的小组 回到营地后 斯巴达开始商量对策 为了到时候不受到前后夹击的局势 他们决定今晚去偷袭逃跑的那两位将军的敌人 到了晚上 斯巴达几人成功溜进了敌方的云 对着这些罗马士兵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很快他们就将院子内的守卫兵赶进杀绝 斯巴达二话不说 直接干净利落取下了两位将军的手机 很快两位将军的死讯传到了克拉苏镇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他不甘心成为这两位将军的下属 于是故意将支援的信息泄露给斯巴达 但整支军队的指挥权就全部落到他一人手 不得不说克拉苏确实是游泳永不 看来斯巴达即将面对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在别人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推看不起眼的动物内藏 但对这些逃亡的难民而言 这是可以饱餐一顿的美味佳肴 看到他们的生活是这一副惨状 斯巴达感到万般的难过 虽然斯巴达给了他们自由和做人的尊严 但现在却带给他们这种实不果腹的生活 于是斯巴达下定决心 打算攻占一座城池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再经过几人的商议决定 他们打算攻下附近一座叫西流艾沙的城池 此城四面环山背后靠海 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源补给 而且气候温暖很适合过冰 但屠夫却说想要攻下这座城池也绝非易事 坚固的城墙上都有着重兵把守 市政官担心奴隶们会造反 任何进入城内的人都不可以携带武器 所以想要拿下这座城池简直比登天还来 在一旁的甘尼克斯突然想到 他之前在城里认识一位铁匠 只要给到他足够的银两 就可以让他帮忙锻造击巴武器 不顾也说自己之前的主持 在城里是一位有头有脸的达官贵族 进城的时候可以报上他的名号 补过士兵的盘查 有了这些条件 斯巴达开始部署作战计划 先让几个人混进城内 趁着夜色 杀死守卫兵为起义军打开城门 就这样斯巴达第二天开始 乔装打扮成商人 跟克雷斯还有甘尼克斯一起混进城中 看门的士兵对斯巴达几人进行了盘问 他们差一点就漏险 好在斯巴达爆出了城中那名达官贵族的名号 他们这才顺利地混进了城内 刚进入集市 他们就看到令人愤怒的人 因为受到斯巴达起义的影响 这座城市的奴隶也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能达到杀鸡锦猴的效果 他们决定对这名奴隶处已失省 市政官跟他的夫人莱塔也来到了现场 虽然莱塔贵为市政官夫人 但他却有着一颗非常善良的心 他想请求自己的丈夫饶了这名奴隶 可是并没有成功 于是他失望地离开了城 实行是罗马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之一 人们拿着石头不停地向兽刑人扔石 直到兽刑人被活活打死为止 斯巴达不忍心让他遭受生不如死为控 于是重重地扔出一颗石头直接送他安息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克雷斯叫上斯巴达赶紧离开城 随后他们就找到了铁匠 并给了他一笔无法抗拒的银 让他现在锻造两把武器 他们约定今晚就过来去 斯巴达跟甘尼克斯留在城内等待夜幕降临 克雷斯则出城通知爱立刚 让大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斯巴达即将带领起义军血洗这座城池 救下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奴隶 此时斯巴达跟甘尼克斯也从铁匠这里顺利拿到了武器 但是现在外面是宵禁时间 他们两人是一副生念孔根本就没办法出去 于是斯巴达要求铁匠帮助他们去打开城门 这种冒险的是铁匠当然不可能答应 但是甘尼克斯威胁他 我们手里的武器是你帮忙锻造的 如果我们被抓了 你也是难逃一死 最终铁匠被迫无奈答应了下来 可去开城门的过程中并不顺利 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 情急之下 铁匠对巡逻的士兵谎称发现斯巴达的行踪 把他们添到武器库迅速锁了起来 与此同时 斯巴达跟甘尼克斯也冲了出来 对着巡逻的士兵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两位曾经的竞技场之神就犹如战神附体一般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将在场所有的罗马士兵赶紧杀人 就在两人想要打开城门的时候 又有大量的士兵向他们杀了过他 就在关键时刻 克雷斯带着起义军从大门缝隙穿进了城内 紧接着众人合力抬起城门 外面的大部队就犹如潮水一般全都涌了进来 他们势如破竹 将城内的罗马士兵杀他的片茧部里 一时间这座繁华的城市瞬间就变成了一座修罗战场 而城中的奴隶们也自主加入到了战斗道 对着曾经压榨他们的达关贵族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莱塔在逃跑的时候 刚巧遇到斯巴达从转角处出来 当得知此人正是斯巴达时 莱塔瞬间感到惊恐万费 此时城内遍地都是尸体 虽然斯巴达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景 但为了起义军的生死存亡他也别无许 这时起义军将几名达关贵族拉了出来 就在他们即将被处决的时候 斯巴达连忙阻止了他们 斯巴达的怜悯之心却遭到了一名手下的质疑 他表示如果被抓到的是我们 你认为罗马人会对我们有怜悯之心吗 斯巴达无言以对 这时克雷斯过来汇报情况 市政官把自己关在了粮仓内 并在里面撒满了利青 看样子他是想要断了起义军的人士 斯巴达让莱塔去劝劝自己的账路 作为交换条件 他承诺不会让手下再继续屠杀城内的罗马人 莱塔同意斯巴达的条件 就在他来到粮仓劝说自己丈夫的时候 克雷斯跟丹尼克斯已经悄悄摸进粮仓内 并趁机偷袭了几名看守的士兵 斯巴达也瞧准时机 一根长矛直接送行政官引喷了西北 莱塔感到无底的伤心 他愤怒的责备斯巴达 再经历了这么多 斯巴达早就不相信罗马人有什么信誉可言 但他还是遵守对莱塔的长梦 不再继续屠杀城内残余的罗马 这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这时一名男人过来拿着面包在他老公面前诱惑 只要他说出家里藏钱的位置 他就把这个面包给他妻子补充营养 为了自己的妻子着想 他只好说出藏钱的位置 在面包掉落的这一刻 另一名饥饿难耐的罗马人直接冲了过去 两人因此为这一块面包大打出手 克雷斯这时走过来一把拉开了他们 并宣布让他俩现在就来一场比武决斗 获胜的人才有资格拿到这个面包 在一旁的铁匠想请求甘尼克斯出去阻止 虽然小胖身为罗马的贵族 但他为人却很善良 甘尼克斯想要上去圈子 可却被对罗马人仇恨极深的尼维亚给得了回去 在众人的一片欢呼雀跃声中 两人的生死决斗正式开始 在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 最终小胖赢得了这场胜利 然而就在他准备去捡地上的面包时 尼维亚突然一刀砍向了他的手掌 铁匠这一下子已经忍无可忍 他出来大声斥责尼维亚的行为 克雷斯见不得自己的女人被欺负 于是上前去教训了铁匠一人 好在甘尼克斯及时出手阻拦 铁匠非常愤怒地斥责起义军 你们这种野蛮的行径跟罗马人有什么区域 另一边 斯巴达正在跟爱立冈在仓库清点粮食 可这里仅有的粮食只够他们半个月的口袋 而且现在起义军的人数正在陆续地增加 这样下去也许不到半个月就将全部的粮食消耗殆尽 这时小黑进来跟斯巴达汇报 有几名不速之客来到了城门之下 斯巴达下令将他们放进了城内 原来这几人是这附近的海盗 他们对斯巴达反抗罗马帝国的英勇事迹大家赞美 特意带了美酒过来跟斯巴达交个朋友 因为罗马人都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斯巴达一眼就看出 他们来此的目的不只是交朋友这么简单 果不其然 原来在斯巴达还没攻占这座城市之前 他跟市政官有一笔见不得光的交易 市政官给他开具海上合法的通行者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们打劫过往的商船得到的利益无误分掌 听到海盗这么一说 斯巴达开始有了能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 因为现在罗马军队封锁了陆地运输通道 但他们可以借助海盗的船只将粮食送进港口 于是斯巴达立马安排人手去找到市政官的印章 继续履行市政官跟海盗的协议 但是他们找遍了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印章 斯巴达只好请来市政官的妻子莱塔询问 莱塔对斯巴达杀死自己的丈夫还在耿耿于怀 他怎么可能会去帮助自己的杀父仇人 直到斯巴达拿出他丈夫跟海盗的那份协议 莱塔的内心才有所动用 莱塔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位正直之人 没想到他背地里却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情 斯巴达给他开出一个找出印章条件 在他们离开这座城市之后 他会放了城内所有的罗马人重获自由 并且在这期间 保证不会让起义军在欺负罗马 自从两位将军被斯巴达斩首后 克拉苏开始集结万人军团 准备扑往前线讨伐斯巴达 克拉苏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 元老院就一直在催促他赶紧出征 可他却不着急着出发 而是一再去检查战备物资是否齐全 武器装备采购的工作 都是由克拉苏的儿子小克负责的 父亲给予的信任让小克万分的开心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在父亲面前斩路头条 然而一个人的到来让小克非常的愤怒 此人正是克拉苏找来的帮手凯撒大帝 凯撒的家世十分显赫 家族中有很多知名的大人 可此时已经家到陌路 而且现在还负债累累 因为凯撒有勇有勇 这才赢得了克拉苏的赏识 克拉苏给他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偿还债 他则帮助克拉苏打败斯巴达的奴隶军团 到了晚上 小克来到导堂找到凯撒 却发现一位女奴正趴在凯撒的大脑上 只见地上留下一滴滴的鲜血 小克以为他是在满足自己的兽育 殊不知 他的此举将来是打败斯巴达的关键因素 小克来见凯撒的目的 只是想警告他不要抢自己副将的位置 但凯撒怎么会把这小屁孩的话放在眼里 他直接对了回去 就这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闹得不欢而散 终于到了出征的这一天 两人来到了克拉苏的营帐 但让凯撒万万没想到 克拉苏竟然任命自己的儿子小克为副将 并让凯撒全力辅佐他先行出发 去到前线集结之前那两位将军的残余部队 自己则带着主力部队随后出发 虽然凯撒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情愿 但在克拉苏的一番劝说下 凯撒这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 小克跟凯撒带领的先头部队 来到距离西流爱沙城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安营扎盖 就在这时 西流爱沙城的一名幸存士兵前来会报 说斯巴达带领的奴隶军团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城市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被一旁的凯撒一刀劈开了他的脑 凯撒的擅作主张让小克非常的愤怒 于是命令他返回去将这些信息汇报给他的部队 然而小克的这一举动郑重凯撒的下午 他早就不想与这个矛头想住为伍 到了晚上 小克带着一对士兵来西流爱沙城外观察敌情 可没想到无意间发现 斯巴达正在城外跟海盗进行一场交易 这可是一次干掉斯巴达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他命令士兵开始对他们进行偷袭 此时的小克想着立功心切 急需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 然而他却完全忘记了出征前父亲对他的嘱咐 斯巴达出道城门外跟海盗进行粮食交易 他们如约带去了买粮用的金钱 可是海盗头目却细耍了斯巴达 他们并没有把粮食带到现场 而是将粮食放在了船上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一只长矛从远处飞了过来 原来是小克带着罗马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偷袭 眼见罗马士兵气势汹汹杀了过来 海盗跟斯巴达一起共同联手做出了 这一小队罗马士兵根本就不是斯巴达跟海盗的对手 可万万没想到 罗马的后援部队这时赶到了现场 海盗头目健壮 他赶紧点燃一只火把并用力抛向了空中 埋伏在不远处的海盗收到信号后 他们立即根据海盗头目的指示抬取了信 海盗使出的杀手锏瞬间就将罗马部队打 溃不成军他们都纷纷丢下武器落荒而逃 就在小克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被一名起义军一枪刺穿了腹 好在没有击中要害 最后在副将的搀扶下心有不甘地逃离了战场 斯巴达并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叫海盗头目拿走金钱将粮食运到港口 经此一战 斯巴达跟海盗建立起了信任感 两人开始了正式合作 可接下来他们合作了几次之后 海盗却坐地起家 说是现在外面战火连天的 这也让他们获取粮食的渠道增加了困难 斯巴达敢怒不敢言 如果现在跟海盗翻脸 那么城内的起义军跟难民都要全部被活活饿死 斯巴达也只能忍气吞声 跟海盗买下这高价的粮食 更让他们头疼的是 现在城门外还有大量的奴隶难民想要投靠起义军 这些都是他们的同胞 斯巴达怎能将这些同胞拒之名外 就在这时 突然有十几名罗马士兵混在奴隶中刺杀斯巴达 斯巴达立即下令关闭城门 并迅速清理掉那些已经冲进来的刺客 很快这些刺客就被斯巴达赶进杀绝 眼见这个黄毛小子不停地捅向罗马刺客 斯巴达向他表示了担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人同样是克拉苏派来的刺客凯撒 但斯巴达对他还是有所借位 让他展示出奴隶特有的烙印 凯撒早就料到这样的结果 于是他事先给自己打上了烙印 可见他也是个狠人 就这样他成功获取了斯巴达的幸运 这一次的暗杀行动 让斯巴达感觉到了克拉苏 跟其他罗马将领有所不同 此人非常狡猾很难对付 现在城里肯定还有克拉苏派进来的典型 斯巴达做出了最坏的打法 如果自己遭遇不测 那么就让克雷斯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随后他吩咐甘尼克斯跟克雷斯 去训练那些刚加入起义军的新人 他则去找到市政官的妻子莱塔 想从他口中得知有关克拉苏的更多信息 莱塔告诉给斯巴达 克拉苏是一个诡计多端且心狠手辣者 为了达到目的不得手段 他之所以能成为有权有势的罗马手达 都是因为他不惜一切用尽手段对付竞争对手 斯巴达这才意识到 克拉苏并非等闲之辈 与此同时 甘尼克斯跟克雷斯听同斯巴达的吩咐 对刚加入起义军的新人进行训练 甘尼克斯让凯撒出来跟自己对战 在对战的过程中 甘尼克斯发现凯撒的剑术极为娴熟 根本就不像普通奴隶的水准 凯撒谎称自己之前是牧羊人 受到过基本的训练 但他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克雷斯的怀疑 于是他找到手下胡子哥 让他去暗中验证凯撒的真实身份 随后胡子哥将一名罗马贵妇囚禁在房间内 在这之前 胡子哥已经对这名贵妇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 胡子哥要求凯撒按照他的方式去伤害这名贵妇 如果他拒绝 那么他就是克拉苏派来的奸行 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如此对待 凯撒感到无比的痛心 他向女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说罗马的大军不久后就会攻占这座城池 但此时女人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让凯撒现在杀了自己 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一刻也不想待下去 最终 凯撒含着眼泪帮他结束了痛苦 看到凯撒抱着女人的尸体出来 胡子哥这才彻底相信凯撒是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胡子哥将女人的尸体抱到广场上 他谎称这个女人想要偷袭自己 还好被凯撒及时发现救了他阴影 凯撒则趁机煽风点火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克雷斯跟斯巴达产生矛盾 另一边 莱塔准备将一些面包送给藏在地窖里的罗马人 一个小女奴刚巧跟他撞在了一起 看到莱塔的行为有些可疑 于是他跟踪莱塔并发现了藏在地窖的罗马人 这小女奴之前是甘尼克斯救了他一命 是甘尼克斯的小迷妹 他将这件事告诉给了甘尼克斯 甘尼克斯立马来到马轿 果然如小迷妹所说的一样 莱塔将他们藏了起来 同时甘尼克斯也知道了 好友铁匠是被尼维亚冤枉惨死 甘尼克斯怒气冲冲找到尼维亚想要为铁匠讨回公道 但是尼维亚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务 他认为只要是罗马人都该死 甘尼克斯瞬间火冒三丈 但是克雷斯怎么能让自己的女人受到欺负 于是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胡子哥赶忙过来拉架 可此时两人已经打得难解难分 胡子哥被甘尼克斯一肘弹开 这时他突然被后面的罗马人用铁链缠住脖子 就在关键时刻 凯撒在远处扔出一把匕首 杀死了后面的那名罗马人 而此时克雷斯已经被甘尼克斯暗倒在里 尼维亚健壮 他立即拿起一颗石头 直接将甘尼克斯打晕 凯撒趁此机会又出来煽风点火 在凯撒跟尼维亚的煽动下 克雷斯彻底违背了斯巴达的指令 他带领着众人对罗马的俘虏 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攻杀 一时间整座城市就犹如人间链鱼一般惨不忍睹 另一边 斯巴达这时已经跟海盗头目达成了协议 小黑急忙跑进来告诉他现在外面所发生的事 斯巴达立马赶往现场 就在克雷斯准备处决莱塔的时候 斯巴达及时赶到救下了莱塔 此时的克雷斯已经彻底的失控 他要求斯巴达亲手杀掉莱塔 否则他们俩之间的友谊就此恩断逆绝 斯巴达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 然后下令将剩余的罗马俘虏带进了院子 如果有人再胆敢杀了俘虏 那么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经过这件事之后 克雷斯跟尼维亚下定决心 他要带领着跟随自己的人跟斯巴达分岛燃掉 为了消除罗马士兵对斯巴达的恐惧和违你的士气 克拉苏使用了11抽杀率 对4000名罗马士兵处以死刑 就在前不久 克拉苏的儿子小克率军围剿斯巴达 可在战斗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士兵不服从小克的命令擅自撤退 他们对斯巴达的恐惧远胜于小克的命令 小克也因此在这一场战斗中身受重伤 还好他被自己的好基友就回忆 再回到军营后 克拉苏对此异常的愤怒 于是他决定对这些逃兵们执行11抽杀率 他要让这些士兵们明白 当逃兵远比要战死在斯巴达的手里要更加恐怖 小克看到自己的好基友也身处在被处罚的人群中 他打算去跟自己的父亲替他求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 克拉苏不但没有因为小克是自己的儿子对他特殊照 而是让他跟普通士兵一样接受11抽杀率的成长 11抽杀率就是每十人一组进行抽签 其中有九个人会抽到黑色的石头 只有一人会抽到白色石头 抽到白色石头的人 就会被九个抽到黑色石头的人用棍棒活活打死 之后抽到黑色石头的人也失去了原有的代理 被贬为侍从跟奴隶生活在一起 好在小克抽出的是黑色石头 但是他的好基友就没那么幸运 看到他手里拿着白色石头 小克整个人都愣住了 随着克拉苏的一生令下 残忍血腥的11抽杀率正式开始 看到自己的好基友遭到生不如死的对待 小克的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 最终 小克含着眼泪结束了他的生命 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 都被贬为侍从遭到不平等对待 就算是克拉苏的儿子也不例外 小克也因为好基友的死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之中 这也导致了父子两个关系彻底的破灭 克拉苏想要通过情人克瑞修复跟儿子的关系 可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也即将失去自己最喜欢的女 克瑞一直都把小克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 看到小克跟他的父亲闹成这样他心里也不好受 他劝说安慰着小克 希望他能早点振作起来 然而小克却突然对他做出意想不到的事 克瑞赶忙将他推开准备离开 可却被小克一把拉了回来 为了报复自己的父亲 小克最终把魔爪伸向了他最喜欢的女人 而此时的克雷斯 打算跟斯巴达突破罗马军队的防线后 就跟他分道扬镳 但斯巴达现在没有心思去理会克雷斯的盼闻 外面虎视眈眈的罗马大军才是迫在眉睫 他让爱立冈留在城内看好正在蠢蠢欲动的克雷斯 因为他要跟着甘尼克斯借用海盗的船悄悄出海办事 在支付给他们一大笔报酬后 海盗头目留了一名水手给斯巴达 自己则跟手下留在城里风流快活 然而斯巴达没注意到的是 藏在角落的间谍凯撒正在观望着他们的异军 在斯巴达出海后 凯撒故意当着克雷斯的面 说出了斯巴达带着几名手下悄悄出海的消息 在得知这件事后 克雷斯就更加的愤怒 他不满斯巴达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瞒着自己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找到爱立冈 想从他这里知道斯巴达出海的目的 爱立冈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斯巴达这边 在他还没回来之前什么都不会说 克雷斯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斯巴达之所以要跟甘尼克斯悄悄出海 是因为他从海盗口中收到消息 克拉苏的粮草正在运往西西里倒 于是他带着甘尼克斯跟十几名手下 打算将这批粮草结下来 果然正如海盗所说的一样 这里正有一对罗马士兵运送粮草 斯巴达带着十几名手下迅速出击偷袭 很快他们就将这一小队罗马士兵赶尽杀绝 并成功结下了这批羊草 另一边 尼维亚在城墙上发现 一队罗马士兵出现在不远处的城外 于是他打算让克雷斯带人杀出城外 与罗马士兵决一死战 就在克雷斯煽动起义军出城杀敌时 爱立冈阻止了他这种莽撞的行为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还好斯巴达终于挡回城里平息了此事 可让克雷斯意想不到的是 斯巴达不但阻止了他的行为 还要将城内的罗马俘虏放出城外 克雷斯瞬间火冒三丈 但是迫于斯巴达的威望 他也只能选择忍心 可当他看到克雷斯亲自将罗马俘虏送出城门外 克雷斯还是按耐不住想要阻止 他带着众人对俘虏进行了一阵羞辱 在俘虏们安全离开后 克雷斯对斯巴达的愤怒达到了底峰 他一直跟在斯巴达后面对他破本大骂 并表示放走俘虏会给他们带来隐患 这时斯巴达才对他说出自己的进度 他放走俘虏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出去传递假信息给克拉苏 好让他觉得起义军的两大领袖出现分裂 误认为他带着一部分起义军前往西西里岛 实际上这是一招声东击西 克拉苏的粮草正在西西里岛 在他收到消息后 肯定会派兵之援救自己的粮食 到时候克雷斯带着另一部分起义军从后门出城 翻过米利亚山脉突袭敌军的营地 打他的措手不及 但克雷斯却又被疑惑 如果我们同时出城 这样一来这里不就变成一座空城了吗 狡猾的克拉苏难道就不会发现吗 斯巴达早就想到了此事 这个时候那几百具被炎浸泡过的俘虏尸体就派上印象 我们将他们乔装打扮站立在城墙和城内 给敌军造成人数不减的假象 到时候我带着另一部分起义军折服 跟你们一起前后突袭敌军的后颖 最后再将他们逐一击破 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和郝卢出共同欲敌 他们把俘虏的尸体站立在城墙之上 由埃利刚跟十几人留守城内以防万一 克雷斯也开始带着一部分起义军从后门悄悄出发 这么大的动静让凯撒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此时他也无需再装下去 趁着他们不注意 他直接反手干掉了后面的两名起义军 胡子哥这才意识到凯撒是罗马派来的剑徒 为了苟活 胡子哥表示自己可以带他去干掉斯巴达 然而凯撒只是微微一笑 直接一刀结果了他的幸运 与此同时 斯巴达跟甘尼克斯早早在码头等候海盗的到来 可是过了约定的时间海盗的船只才迟迟靠岸 更奇怪的是 双方见面后海盗头目没有了以往的热情 而是亮出武器跟斯巴达直接撕破脸 斯巴达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船舱里冲出了大量的罗马士兵 藏于角落的凯撒趁着斯巴达不注意 直接一刀刺入了他的背后 一旁的甘尼克斯立即做出反应 狠狠一拳打在了凯撒的脸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斯巴达百思不得其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几个小时前 莱塔等十几名俘虏回到克拉苏的军营后 立马将自己在城内时的所见所闻告诉给了克拉苏 凯撒也从城内传递出情报 更加确信了起义军的两大领袖出现了决裂 一旁的行政官果然上打 他让克拉苏派一部分兵力举西西里岛围剿斯巴达 另一部分兵力直接去攻打城池 但是老谋深算的克拉苏却不按常理出牌 他深知海盗向来都是视财如命 既然斯巴达可以收买海盗 那他也照样可以 相比之下 海盗更愿意与财力雄厚的克拉苏合作 克拉苏的这一招果然将斯巴达的计划彻底打乱 眼见斯巴达已经被团团包围 凯撒带着十几名罗马士兵杀进城里 打算破开城门让城外的大部队精语 在城墙上的爱立冈剑走 立马从城墙跳了下来 他带着十几名起义军跟罗马士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不杀 眼见自己的部下就快要被起义军团灭 凯撒大喊让士兵赶紧去打开城门 就在两名士兵将城门打开到一半时 一名起义军手持战俗直接斩断了绳子 城门再次被关上 现在就只剩下凯撒一人 他抓起一罐利青甩到城门上 接着又扔出火把点燃了城门 另一边 码头上斯巴达跟甘尼克斯 已经被罗马士兵团团包围 就在关键时刻 克雷斯带着起义军及时赶来支援 随着大部队的到来 局势立马逆转乾坤 一下子就将这些罗马士兵全部赶进杀绝 而那个出卖他们的海盗头目 最终也被斯巴达亲手给干掉 然而还没等他们传口气 克拉苏的大军就乘坐海盗的船只向他们袭来 此时想要保住城池已经不可能了 斯巴达只好下令让众人往山上撤退 而此时的凯撒已经被埃立冈等人打倒了 就在他命悬一线之时 城门外传来了巨大的撞击声 在城门被攻破后 克拉苏带着罗马的万人军团如潮水翻涌 由于敌方人数众多 负责看守城门的埃立冈几人也只能赶紧往后门撤退 随后克拉苏亲自带兵进入城内跟凯撒会合 埃立冈来到后门向斯巴达汇报了当前的情况 斯巴达感到万分的自责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相信海盗才造成的 向外莽撞的克雷斯打算跟罗马士兵在此血战道理 但斯巴达深知 现在跟罗马大军硬碰硬必死无疑 为了能给后门的起义军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斯巴达主动提出自己留下来断后 可却被甘尼克斯拦了下来 他知道斯巴达作为领袖的重要性 于是他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在跟甘尼克斯简单的道别后 斯巴达就跟克雷斯等人匆忙离开 随后甘尼克斯跟斧头哥来到粮仓洒满了粒精 打算点燃粮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还没能及时逃出去的小名妹 虽然甘尼克斯很是无奈 但又怎会狠心丢下他不过 于是决定带着他一起离开 看到粮仓起火 克拉苏并没有听从凯撒的建议去救火 而是直接下令部队继续往后门追击斯巴达 甘尼克斯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他只能暴露自己出来继续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跟罗马士兵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在战斗中 斧头哥不幸战死 虽然甘尼克斯杀光了一小队罗马士兵 但现在身边却多了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小名妹 他只好先带着小名妹一起暂时躲起来 另一边 斯巴达几人已经来到后门 这时还有大量的起义军正在陆续地出城 就在这时 大批的罗马士兵已经杀到了这里 为了给众人争取出城的时间 斯巴达跟克雷斯等几人杀入了敌人的队伍之中 虽然几人都是酒精沙场的决斗士 但是面对越聚越多的敌人 他们也显得有些吃力 克雷斯集中生智 他抓起一罐利青砸在了城门的绳子上 斯巴达健壮 立马抓起火把扔过去点燃了绳 在烈火的燃烧下 绳子马上就快要被烧断 克雷斯找准机会逃出了城门外 现在只剩下斯巴达一人在苦苦支撑着 此时克拉苏跟凯撒也赶到了这里 这是克拉苏跟斯巴达的首次相见 他下令让手下全力将斯巴达抓住 但是斯巴达没有给他机会 在城门落下的这一刻 他急速逃了出去 克拉苏并没有乘胜追击斯巴达 而是决定让部队驻守在城里 同时命令部队全程搜捕残余的起义军 此时甘尼克斯带着小名妹也躲了起 但很快他们就被一名罗马士兵发现 但好在甘尼克斯利用小名妹当作诱 趁其不备一招致敌 接着他递给小名妹一把匹手 并表示如果自己没能回来 你最好是自行两断 因为要是被罗马人抓住远比死亡还要可怕 说完甘尼克斯就爬了上去 跟这一小队罗马士兵展开一场殊死过沙 听到上面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小名妹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突然一把利刃穿透了木板 炽热的鲜血滴落在脸上 让他显得更加的绝望 在打斗声平静下来的时候 小名妹已经做好了自我了结的准备 当见到是甘尼克斯的这一刻 小名妹这才松了一口气 城里到处都是巡逻战岗的罗马士兵 就在他们固知所措之时 甘尼克斯发现海盗头目正绑着莱塔经过这里 看到海盗头目亮出了胸前克拉苏克批的通风队 甘尼克斯一下子找到了逃出去的办法 海盗们将莱塔带到了一处小房间 然后用烧红的铁棍在他手臂打上了海盗的专属奥运 就这样 莱塔正是从一名罗马贵妇变成了海盗的女人 就在海盗头目想要对他发泄受益时 甘尼克斯带着小名妹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向海盗杀了过去 甘尼克斯身为曾经的竞技场之神 这几名小海盗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海盗头目眼见打不过 趁着甘尼克斯打斗之际抓住了小名妹进行威胁 可他却丝毫没注意到 莱塔已经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随后甘尼克斯伪装成海盗头目 带着两个女人趁着夜色混出城外 这时甘尼克斯看到前面有两匹马 本想着借助马匹快速地逃出去 可万万没想到 正好撞见了从转角处出来的凯撒 就在双方擦肩而过的时候 凯撒意识到不对劲拦下他们进行谈论 眼看就要暴露 甘尼克斯立马拔剑展开了殊死过沙 莱塔跟小名妹趁机去解开马上 凯撒并不是甘尼克斯的对手 还被他一刀划伤了肚子 甘尼克斯一脚踢倒旁边的火盆 挡住了士兵的追击 然后迅速坐上马 带着小名妹跟莱塔一路往城门狂奔 他手持利刃一路斩杀 挡在前面的罗马士兵 眼见成门口近在咫尺 可门口却堵满了罗马士兵 甘尼克斯毫不犹豫地冲了不去 此时的甘尼克斯就犹如战神下坡 骑着战马对罗马士兵一顿疯狂地砍杀 可不幸的是 莱塔被一名罗马士兵刺伤 好在甘尼克斯及时救下了他 并率先让他逃出了城门外 甘尼克斯拉起战马的绳子仰天长笑 一脚将最后一名罗马士兵引恨了西北 而此时的凯撒才姗姗来迟 甘尼克斯只是对他轻蔑一笑 他扔掉罗马自认为高尚荣耀的阴牌 然后带着善良可爱的小明媚扬长离去 自从斯巴达带领起义军逃出城池后 他们就被迫盘踞在这座雪山之上 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不仅常年下雪物资短缺 左右两侧都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前方的路已经被克拉苏挖出了一条不可越过的深沟 而且上方还建起一道高高的围墙防止他们逃脱 在后方几万人的罗马大军政府是单单 但是他们不急于发起进攻 而是在离起义军的不远铺安营扎寨等候克拉苏的指令 起义军曾尝试越过深沟想要突围 可守在围墙上的罗马士兵早就发现了他们的一举一路 一旦发现有人企图爬上围墙 就会被罗马士兵用长毛射杀 看到堆积如山的起义军尸体 克雷斯感到万分的难受 他想带人出去和守在后方的罗马大军决一死战 但却被斯巴达阻止他这种鲁莽的死 罗马大军武器装备精良 而且人数上还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我们的队伍里大多都只是普通的努力 如果跟他们正面交锋 无疑是以卵机势自寻死 克拉苏在双方阵前搭了一个看台 他想给起义军传递一个信号 在罗马人的眼中 起义军的行为只不过是竞技场上的表演 看到克拉苏如此嚣张 克雷斯瞬间火冒三丈 他再次提议要冲过举跟他们决议死战 但斯巴达却显得异常冷静 因为他从克拉苏狂妄的行为中看到了突破口 他将自己的营帐置身于最前线 这样就给他们创造出刺杀克拉苏的机会 于是斯巴达决定今晚带上几人去刑刺克拉苏 晚上十分 斯巴达按照计划行动 带着几人悄悄潜入了克拉苏的军营 在悄无声息地干掉几名看守的士兵后 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克拉苏的营帐内 可万万没想到 原来这一切都是克拉苏的阴谋轨迹 就在他们想要逃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外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罗马士兵 没有退路的几人 也只能冲上去跟罗马士兵展开一场殊死无杀 斯巴达几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决斗士 对付这一小股罗马士兵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尼维亚却没那么好 他在战斗中被罗马士兵刺伤小腿头 就在危机关头 斯巴达及时出手相救 然后扛起尼维亚叫上众人赶紧撤退 在有惊无险地返回营地后 克雷斯对斯巴达的判断失误非常不满 他认为斯巴达不该跟克拉苏玩特略 应该要主动出击跟罗马大军拼得尼斯瓦 而不是窝在这里毫无尊严地被活活冻死 斯巴达劝他要认清当前形势 一味的蛮干只会让所有人跟着白白去送死 但克雷斯非常固执 他准备带一部分跟随他的人出去跟罗马大军血战道 斯巴达想要阻止 可却被失去理智的克雷斯一壶水砸在了脑袋上 斯巴达彻底被激怒 冲上去跟克雷斯扭打在了一起 从这一刻开始 也注定了两人要分道扬镳的结局 好在这时甘尼克斯跟埃利刚过来将两人拉开 同时埃利刚告诉给斯巴达一个更坏的消息 一群人冒着暴风雪围成一团 他们中间摆放着仅有的所有食物 即使有人已经被冻成了冰雕也依然在真诚的祈祷 小迷妹划破手掌向诸神献祭 炽热的鲜血滴落在木偶上 他希望诸神能让这场致命的暴风雪早点结束 此时在起义军的营地内 大部分的营帐已经被大风刮走 众人暴露在风雪之中被冻的瑟瑟发抖 他们也只能聚在一起相互取暖 另一边 在罗马军营温暖的营帐 克拉苏对这场暴风雪的到来非常高兴 看来连诸神也都站到他这一边 不用等他带兵弓上山 习一军就已经先被冻死一大半 就在这时 凯萨将他的情人克瑞带了自己 克拉苏很是诧异 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跑到前线来 克瑞用语言不断地暗示克拉苏 说他的儿子小克跟以往有些不同 但是克拉苏却表示 不管小克做错了什么事都会原谅他 克瑞这才意识到 身为奴隶的自己 爱情对他而言本就是幻想 他根本就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培克拉苏缠绵了最后一夜之后 克瑞就拿着匕首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的小迷妹已经被刺骨的寒风冻晕过去 好在这时甘尼克斯找到了他 他抱起小迷妹 并找到了一处可以抵御寒风的地方 甘尼克斯早就对这个单纯可爱的女人动了心 而小迷妹也一直都喜欢他 两人心里深知 现在只有运动起来才不会被冻死 就这样 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在起义军的营地内 斯巴达跟莱塔为了抵御寒风 两人也相互紧紧抱在了一起 在暴风雪过后 祈祷的几人已经全部冻成了冰雕 埃利刚告诉给斯巴达 起义军有将近一千人在这场暴风雪中丧生 斯巴达感到万分的难过 同时这场暴风雪也给他们带来了转机 随后斯巴达找到克雷斯 并告诉给他 自己已经识破了克拉苏的阴谋课 克拉苏挖了一条不可越过的深沟 那为何还要在深沟后方建立起一座高不可攀的围墙 这说明围墙的另一边只有少量的士兵看守 于是他们决定从这里呼围 晚上时分 斯巴达几人悄悄来到围墙下偷袭围墙上的士兵 在解决掉围墙上的士兵后 果然如斯巴达所猜测的一样 围墙另一边只有几百人的士兵看守 眼见大量的罗马士兵朝他们这边杀来 斯巴达几人率先攻了下去 跟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与此同时 后面的起义军也都纷纷爬上了围墙加入到战斗当中 在解决掉围墙这里的罗马士兵后 斯巴达带领着众人直接杀进了敌军的营兵 对着罗马士兵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在围墙下的起义军也开始用工具挖开了一道缺口 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越过围墙的另一边 而从罗马军营逃走的克瑞也混在起义军当中 准备跟他们一起逃走 当克拉苏收到起义军已经突围的消息 他立马率领部队赶过来 他们很是疑惑 起义军是如何从这条不可越过的深夺逃走的 当他们走近一看 彻底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只见上千具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坡 填平了一条深十米宽十米的壕沟 克拉苏原以为起义军已经逃之夭夭 可万万没想到 斯巴达一直埋伏在围墙后面杀了个回马枪 这突如其来的偷袭打得克拉苏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也只能举着盾牌仓皇撤退 在离开米利亚雪山后 罗马士兵就一直紧追其后 但每次都是派出少量的士兵干扰他们 起义军大多都是老弱病残的奴隶 为了保护他们 斯巴达不得不停下脚步进行反攻 如此一来 他们行军的速度就会被拖后 这就给克拉苏的大部队赢得了追上来的世界 不仅如此 他们现在还面临着粮食不足的问题 克雷斯劝说斯巴达放弃那些老弱病残的奴隶 他们既不能打仗又要消耗粮食 带着他们只会拖累整支队 爱立冈也同意克雷斯的想法 但斯巴达怎能忍心丢下他们再次被罗马人奴隶 他让甘尼克斯去附近侦查 看是否有可以打劫的奴隶主庄园 晚上时分 甘尼克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了一座奴隶主庄园 那里有着数不清的牛羊 刚好可以补充起义军粮食短缺的问题 随后斯巴达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他打算今晚攻下这座庄园后 明天就带着起义军穿过阿尔卑斯山 即使罗马军队再怎么强大 他们也不敢在他国肆意妄为进行大规模的追捕 听到这里 克雷斯跟爱立冈都一致反对 克雷斯提议继续跟罗马对抗到底 如果解散队伍 那之前所做的牺牲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而且他们永远都逃脱不了被追捕的命运 只有搞垮罗马才能永无后患获得真正的自由 斯巴达劝他要认清现实 罗马共和国不像他想象的那么脆弱 之前那几次胜利只不过触动了他们的冰山一角 如果继续跟他们对抗到底 那么等待奇异军的只有死路一条 克雷斯没想到斯巴达也有害怕的时候 在嘲讽他胆小懦弱的同时 克雷斯坚定表明自己要继续跟罗马人血战到底 等到天亮后就跟斯巴达分道扬镳 观念不同很难达成共识 斯巴达再也没有继续劝队的理 黎明时分 奇异军找到山谷中的那一座奴隶主庄园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团结一起共同战斗 众人齐声呐喊 宣泄着对罗马帝国的愤怒和固满 他们就犹如猛虎下山一板 冲进奴隶主庄园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屠杀 这场胜仗赢得毫无悬念 很快奇异军就将庄园内的罗马人赶进杀局 在占领这座庄园后 众人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同时也为克雷斯举办了一场间谍晚宴 这次爱立冈并没有继续追随斯巴达 而是选择跟克雷斯继续战斗下去 身为战士 战死沙场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斯巴达遵循他的意志再一次跟兄弟告别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莱塔对斯巴达心生了爱意 而斯巴达也对这位善良的女人有了好感 于是两人愉快地为爱鼓掌 而克雷斯希望甘尼克斯能跟他一起去攻打罗马 但甘尼克斯还是一无既往地支持斯巴达 因为小弥妹现在成为了他的牵挂 这种牵挂让他选择追求安稳的生活 克雷斯尊重他的选择 最后他带走一半的起义军跟斯巴达正式告别 也许两人心里都清楚 今日一别可能将会是永远 克雷斯率领着骁勇善战的起义军一路高跟猛进 打得罗马守军节节败退 同时克雷斯沿途也收获了大批的奴隶加入到了起义军当中 如今起义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六万人之多 只要这一仗能击败罗马守城的将领艾瑞斯军团 他们就可以一举拿下罗马 在准备开战之前 克雷斯对起义军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 而战士们个个也都表现得斗志昂昂 随着火球缓缓滚落而下 克雷斯一声令下带头冲锋陷阵 紧接着双方瞬间一拥而上 一场旷式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虽然双方人数不相上下 但是起义军的气势明显更胜一场 克雷斯就犹如战神附体一般越战越野 不愧是曾经的卡普亚冠军 而尼维亚在跟随起义军征战多年 早已练就了一身杀敌的本领 埃立冈左手举盾右手使劲 对着罗马士兵就是一顿疯狂砍杀 正因为有了克雷斯的勇往之前 才能让斯巴达这边有了充足的撤离时间 但是令斯巴达疑惑的是 后方迟迟都不见克拉苏的追兵 与此同时 在克雷斯英勇的带领下 骁勇善战的起义军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 眼看罗马城近在咫尺 就在他们为赢得胜利欢呼的时候 可万万没想到 由克拉苏率领的十几万大军突然出现在起义军身后 终究克拉苏还是选择返回来保护罗马 起义军显然已经没有了退路 克雷斯重振旗鼓再次冲锋陷阵 跟克拉苏的军团展开了一场殊死勃杀 但是起义军刚刚经历了一场坛烈的厮杀 不仅人数已经伤亡过半 连续的作战也让战士们消耗了大量的贫义 而且罗马大军人数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没多久起义军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艾力刚在战斗中被小克从背后偷袭 已经负伤累累的他终究还是倒了下去 眼见起义军已经穷途末路 克雷斯举起长矛打算射杀远处的克拉苏电背 可却被凯撒及时出手阻拦并流打在一起 但凯撒怎可能是克雷斯的对手 就在克雷斯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 可却被小克从背后偷袭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身体 随着克雷斯的倒下 也意味着这场矿是大战起义军与失败告读 克拉苏并没有救地处绝尼维亚 而是要让他亲眼目睹心爱之人的惨死 两人无助地看着彼此 也许尼维亚现在非常的厚恶 正是因为自己吹得枕边风 才导致克雷斯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 克拉苏把处决克雷斯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小克 就这样 曾经的塔普亚冠军不败高卢战神就此陨落 这是古罗马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之一 他们把俘虏残忍地钉在了十字架上 直到俘虏在炎热的烈日之下暴晒成一具干尸为止 同时克拉苏也给斯巴达传递一个信号 这就是跟罗马人作对的下场 但此时的斯巴达还不知道自己的好兄弟克雷斯已经残死 晚上时分 斯巴达发现几名罗马士兵正在野外烧烤 于是直接带人杀了过来 毫无防备的罗马士兵被斯巴达打得措手不及 还没等他们完全反应过来就已经遇到了西部 斯巴达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发现 这群罗马士兵的盔甲上课有熊鹰跟海豚的徽章 这明显他们不是克拉苏的部下 他将盔甲拿回营地给莱塔变 莱塔一眼就认出 这是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庞培军队徽章 当时罗马的几大主力部队都在国外战场 现在看来 身为罗马主力之一的庞培大军即将回国 而他们刚刚击杀的那几名士兵 应该是给克拉苏送信的先头部队 一旦庞培的部队跟克拉苏会合 那么等待起义军的只有死路一条 还没等他们商讨应对措施 小黑就急忙跑过来汇报 说前方有人骑马向营地里过来 众人立马出去查看情况 在不远处 果然有一个人披着斗篷骑马过来 可还没等马尔走近 他就再也支撑不住摔下了马尾 原来此人正是被克拉苏放走的尼维亚 他的手里还抱着克雷斯的头部 当尼维亚从昏迷中醒来后 众人这才得知克雷斯英勇牺牲的全部过程 斯巴达跟甘尼克斯为兄弟的惨死感到悲痛万里 虽然他们满腔怒火想为克雷斯报仇血 但理智告诉给斯巴达 现在庞培大军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果庞培跟克拉苏顺利会合 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虽然侥幸杀了那几名姓氏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的庞培一定会不断地派出姓氏 于是斯巴达突然想到了一个对策 不多久 克拉苏见到了庞培派来的姓氏 他告诉给克拉苏 庞培愿意跟他一起合力围剿起义军 但作为罗马的两大巨头 谁都不愿意冒险去到对方的军营 为了安全起见 双方各自带20名随从在两军之间会面 一同商讨对付起义军的战略 但是克拉苏不知道的是 这名姓氏正是斯巴达派来冒充的 然而一旁的凯撒早就是破了他的身子 但是凯撒并没有拆穿他 而是打算借此机会除掉曾经领虑自己的形犯 随后凯撒就一直怂恿小克代替克拉苏去面见庞培 即与表现自己的小克也不用凯撒多说 他就以表决心地在克拉苏面前申请要去面见庞培 克拉苏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刚好中了凯撒为他设下的陷阱 第二天一早 小克按照双方的协议来到了会面地理 在叮嘱自己的随从提高警惕后 小克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帐篷内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人正是起义军的首领斯巴达 小克立马转身撒腿就好 骑上马匹想要快速逃出这里 但是杨路普学怎么还有可能逃出升天的机会 他被斯巴达一把抓住披风甩下马圆 而他的随从也全都被起义军给控制住 看到克雷斯曾经使用的配件在小克手里 斯巴达这才知道 是小克斩下了克雷斯的手机 于是他下令将这些俘虏全都抓回营地 看到被活抓回来的小克 众人恨不得现在就将他千刀万管 克瑞的眼神中更是对他充满了恨 但斯巴达并不打算现在处决他 而是想要用罗马人的方式举办一场竞技比赛 他要用罗马人的鲜血 来献祭给那些在对抗罗马中英勇牺牲的人 并向自己的好兄弟克雷斯质疑最后的敬意 另一边 此时的克拉苏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抓 他还在想着如何处置这上千名战场 虽然艾力刚能侥幸活了下来 但现在的他也是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 庞培真正的信使来到了克拉苏的军营 双方交谈之后 克拉苏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斯巴达的阴谋鬼 儿子小克一定是被斯巴达抓走了 为了能救出儿子 克拉苏愿意付出任何代理 于是他打算用这一千名俘虏去换回自己的儿子 他命令凯撒去跟斯巴达进行交战 这无疑就是让他去送死 毕竟凯撒曾经在起义军里做过问题 想要他性命的大有人在 虽然凯撒很不情愿 但他也不敢违抗统帅的命令 在竞技比赛之前 克瑞悄悄去看了一眼小克 小克还妄想让克瑞帮自己逃走 到时候他也会帮助克瑞重新回到克拉苏身边 但克瑞又怎会帮助一个曾经强暴过自己的人 他恨不得现在就要将小克千刀万剐 再给他丢下几句狠话后 克瑞就愤怒地转身离去 竞技比赛如棄而至 今天斯巴达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用罗马人的鲜血来祭奠曾经战死沙场的勇士呢 时隔三年之久 斯巴达几人再次化身成决斗时 大度迈向他们曾经的主场 台上的观众欢呼雀跃激情满满 只见斯巴达双刀插地 抓起地上的一把黄沙 这片肮脏的土地充满了奴隶们的血液 而就在今天 斯巴达要用罗马人的鲜血将其尽满 决斗时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个罗马俘虏被带了出来 但他不愿意放下自认为罗马高贵的身份去取悦奴隶 直接丢掉武器拒绝了比赛 斯巴达二话不说 直接一刀送他隐恨的西部 既然罗马人没有勇气单挑 那么斯巴达就让他们两个一起上 目睹了前面的教训 后面的罗马士兵再也不敢拒绝比赛 在两人的合击之下 斯巴达的面部不小心更划破了一刀 但他也只是轻蔑的一刀 他要让这些自命不凡的罗马人知道 曾经的竞技场之神可不是浪格虚女 他赤手空拳地再次跟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斯巴达双头抓住这名士兵的后领 一个漂亮的后拉扯将他的头颅精准地送上了断锅杂 这一波操作确实吓傻了另一名士兵 斯巴达并没有给他反击的余体 一连贯的输出打的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斯巴达抽出插在地上的双击 然后来到那名已经毫无战斗力的士兵身后 他一脚将其踹台 然后一跃而起手持双刀直接刺穿了对方的眼 现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顶峰 接下来斯巴达让甘尼克斯登场进行下一轮比赛 作为斯巴达之前的竞技场之神 甘尼克斯是唯一一个通过竞技获得自由的决斗士 他动作干净利落生性散播 曾经在竞技场上仅凭一己之力斩杀了12名决斗士 可见他的战斗力极为的苦力 而今天对付这三名俘虏也是自然不在话下 他斩下俘虏的头颅扔上观众台 现场的气氛再次达到了顶峰 紧接着其他的决斗士也陆续上场 对着罗马俘虏就是一顿疯狂的蹂躏 接下来 轮到克拉苏的儿子小克被带出来接受审判 为了能让尼维亚报杀夫之仇 斯巴达将首任仇人的机会交给了他 在跟随起义军征战杀场许久和克雷斯的教导下 尼维亚早已不是当初柔弱不堪的女子 他初见快准狠 打得小克节节败退 看到小克已经是个带宰的羔羊 克瑞心里很是解气 这个曾经凌辱自己的禽兽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在尼维亚的猛攻之下 小克很快就败下阵来 就在尼维亚准备送开隐喷西北上 身后却传来斯巴达的阻止声 原来就在两人打得期间 克拉苏命令凯撒来到起义军的营地跟斯巴达谈条件 克拉苏愿意用一千名俘虏和爱立冈来换取小克 如果真是这样 斯巴达非常乐意交换俘虏 所以他才来竞技场阻止尼维亚 他向众人解释了交换俘虏的事 大家顿时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些俘虏当中也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但斯巴达把换与不换的选择权交给尼维亚 毕竟他才是受小克伤害最深的人 虽然尼维亚心有不甘 但为了让更多人不像自己一样失去亲人的痛 最终他还是下定决心放了小克 而此时的克瑞非常失望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置小克于死 第二天一早 斯巴达带出小克来到交换俘虏地 眼看小克就要被凯撒带走 克瑞突然从人群中跑出来 直接一刀捅向了小克 克瑞终于为自己报仇血恨 但这也意味着斯巴达失去了交换筹码 然而克瑞却提出另一个方案 只要将自己交给克拉苏 一样可以换回那一千名俘虏 毕竟他还是克拉苏最深爱的女人 最终克拉苏看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儿子的死却让他感到悲痛万分 好在凯撒顺利地将克瑞带回了他身边 但他们并没有把小克的死因告诉给克拉苏 克拉苏把这股仇恨都转移到斯巴达身上 接下来他要大举进攻斯巴达为儿子报仇血恨 在起义军这边 当看到曾经的战友一个个平安归来 众人感到万分的高兴 最让斯巴达欣慰的是爱立刚再次回到了他身边 在祭奠克雷斯的葬礼上 斯巴达在起义军面前已表决心 他要跟罗马共和国血战到底 但斯巴达深知自己的几万人起义军 根本就不是克拉苏跟庞培二十万兵力的对手 于是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 扑袭罗马奴隶主的庄园 消息很快就传到克拉苏这里 凯撒感到万分愤怒 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是第六起 但是老谋深算的克拉苏很快就识破了斯巴达的意图 斯巴达的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庞培 让他跟着起义军的屁股乱追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逃上阿尔卑斯山 虽然庞培暂时对起义军斗不成威胁 但是克拉苏这边依然是虎视眈眈 但眼下起义军大多都是老弱富裕 这显然无法与克拉苏的十万大军与之抗衡 对于能战斗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必死无疑的战争 埃立冈也想要跟随斯巴达一起共同战斗 但由于之前受到克拉苏的残忍折磨 现在的他连一把剑都拿不稳 斯巴达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慰 并让他带领那些不能战斗的人穿过阿尔卑斯山 甘尼克斯也明白这次战斗的意义 在出发前他跟小尼妹依依不舍地告别 而小黑为埃立冈想到了一个能战斗的办法 再盾和剑加上了一个固定的锁扣 这样就可以拿稳武器了 而莱塔也多么希望斯巴达能跟他们一起走 但斯巴达态度非常坚定 莱塔早已被眼前这个男人深深吸引 他表示自己会在阿尔卑斯山下躲他平安归来 埃立冈再次找到斯巴达 希望能允许他一起加入战斗 曾经跟他一起逃出决斗场的兄弟 现如今只剩下了埃立冈 而埃立冈也不为放弃当初的诺言 誓死也要追随在斯巴达的身边 一切安排就绪后 斯巴达跟他们正式告别 十万罗马大军带着投石车和巨型公母 浩浩荡荡奔奔往战场 斯巴达为了掩护后方的奴隶撤退 他带领着一万多名勇士 跟克拉苏的大军直接正面交锋 在开战之前 克拉苏邀请斯巴达当面谈谈 这一战过后 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两人支开了各自的手下 进行了一场发自肺腑的交谈 斯巴达一直秉承着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理念 即使跟随他的人会死于这场战争之中 但毫不毫无尊严地死在奴隶主的皮鞭之下 克拉苏跟斯巴达的这场交谈已经毫无异议 双方约定明天天亮正式开战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 他们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听到起义军那边响彻云霄的呐喊 克拉苏下令军队开始进行投尸准备 今日他要将这群乌合之众赶进杀绝 眼见克拉苏已经发起进攻 斯巴达立即下令向敌军杀了过去 而克拉苏也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立刻下令让前锋的三万精兵前往迎敌 可就在起义军冲到和敌军相距50米的时候 斯巴达突然下令全军停下了脚 原来斯巴达早已经在前方设下了陷阱 紧接着斯巴达下令让弓箭手进行射击 这时克拉苏再次下令吹响号角 前方听到号角的罗马士兵立即打开了防御阵势 斯巴达一马当先跨过陷阱 杀入了敌军的阵势之中 众人也紧随其红 虽然罗马人数上占据优势 但面对骁勇善战的起义军来说 他们就能以一敌白斩杀对手 眼见起义军占据了优势 克拉苏不顾前方三万罗马士兵的性命 直接下令使用投射车和公民 克拉苏的这一招果然对起义军造成损失财重 他们也只能继续往前杀出重围 但即使他们能杀出一条血 前方还有克拉苏严阵阵以待的七万精兵部队 就在克拉苏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后方突然杀出甘尼克斯带领的一千名挺起 将罗马士兵打了个措手不及 甘尼克斯叫萨莎将弓弩调转方向 直接向克拉苏一方射出去 遭到起义军的前后夹击 克拉苏并没有因此自乱阵脚 而是让凯撒率领一万精兵前往后方阻击 自己则率领剩余的六万部队继续向斯巴达进攻 克拉苏刚好看到正在拼杀的斯巴达 接着都各自冲向了对方 斯巴达踩在尸体上一跃而起 直接将克拉苏斩落于马下 斯巴达一鼓作气想要上前取他心 但克拉苏已经在多名士兵的保护下撤离了战争 只有在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方能为起义军赢得一线生机的机会 与此同时 甘尼克斯这边已经是困兽之道 但他们只要上有一口气 就跟罗马士兵血战到底 尼维亚就这样一见被凯撒取走 他终于可以到九拳之下跟克雷斯团队 而此时就只剩下甘尼克斯一人还在图苦之城 在罗马士兵的一步步紧低下 甘尼克斯再也没有反抗的力气 另一边 此时的克拉苏已经在士兵的保护下逃到了山丘上 斯巴达已经突破重围向他杀了过来 虽然此时的斯巴达已经伤痕没累 但坚定的意志让他犹如战神附体一般 征战沙场几十载 克拉苏还是头一回见到如此勇猛之人 斯巴达对罗马人恨之入骨 他每一次向克拉苏挥剑抬去 就不禁想起被罗马人害死的亲人和朋友 可就在斯巴达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 一只长矛直接刺穿了他的肩膀 紧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斯巴达终于支撑不住贵宝战尼 好在埃立冈跟小黑及时赶了 他骑马冲过来将克拉苏撞下了山坡 埃立冈想要下去了结他信任 大批的罗马士兵已经向他们追来 小黑也只能叫上埃立冈带着斯巴达赶紧撤离 在临走之前 斯巴达回头看了一眼战场 却发现战场已经完全被罗马大军占了 克拉苏下令将全部俘虏都钉在了十字架上 当然也包括甘尼克斯在内 而克瑞也因为杀了克拉苏的儿子小黑 也被一起钉在了十字架上 而甘尼克斯在仿佛间 再次看到了他一直都不敢面对 从一开始他就浑浑噩噩打算就此度过一生 直到遇见了斯巴达他才有了责任和担当 他再次看到自己曾经的主体 当斯巴达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他已经身处阿尔卑斯山脚下 而莱塔果然没有实验 一直在这里等待斯巴达归来 随着斯巴达克斯的死去 也宣告着这场人类历史上最知名 且影响深远的奴隶起义最终落下了帷幕 但他已经不留遗憾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千千万万名奴隶的心中 斯巴达克斯已经成为了他们自由的象征 宁愿自由地战死于沙场之中 也不愿毫无尊严地死在罗马人的皮鞭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